自2022年11月Track GPT横空出世以来,人工智慧AI行业就好像开了外挂一样,仍来信满发展的大趋势。 微软谷歌等的植谷大厂,还有国内科技巨头的战争,也都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 以往大家常常讨论的大模型巨头竞争,而我们早前也都已经提及AI Plus游戏所带来的巨大变革。 生产力工具的变革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一是收入的直接提升, 而是企业生产过程中的降本增效。 而同时,技术的变革将会带来创新的商业模式, 以及产业格局的变化。 我们将会简单描述AI在广告传媒的应用层面。 AI在营销领域中的应用有两个层面, 第一广告素材制作流程的降本增效, 第二在广告投放流程中提升精准度。 生成式AI主要应用在前者当中, 简化文案、图片和视频的制作流程, 例如辅助广告剧本创作、图片视频自动匹配合适的音效, 或者根据剧本制作出对应的视频特效等。 效者主要依赖各个流量、广告平台的技术实力, 例如智能竞价精准匹配和ROI优化等。 AI在营销领域的应用, 广告主预算的迁移将会直接利好下游广告平台 和它的广告产业链。 线上广告产业链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广告主、营销公司、广告服务商和广告平台。 广告行业增速和支出规模一向同宏观经济增速有所挂勾, 而广告主在各个流量平台的广告预算分配, 会直接影响下游产业链的分配。 所以,在AI的协同底下, 更精准的广告投放可以大大提升用户对广告的接受程度, 从而提高用户流量和每用户市场, 广告主会逐步提高广告预算, 广告产业链也都会受惠。 例如,微软在23年2月推出New Bing浏览器, 集成ChatGPT产品, 提升搜寻引擎的匹配效果, 根据微软企业副总裁提到, 在New Bing宣布上线48小时之内, 超过100万名用户申请加入。 预计未来广告主预算也都将会因为 搜寻引擎市场格局的改变而重新分配。 营销方面,AI赋能主要体验在三个方面, 第一,自动生成和产品匹配高度相关, 有助提升内容创作效率, 降本增效, 第二,通过对客户群体的数据学习, 能够更准确更高效感挑选客户喜爱度更高的产品, 做到精准投放广告, 第三,通过虚拟人等的新型行销方式, 提升同客户的互动性, 增强客户体验, 提高客户粘性, 除了广告平台之外, 现有的头部营销公司和广告服务商, 在AI时代仍然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 考虑到生成内容的版权问题和审核问题, 和不同行业广告主需求的差异化, 我们认为现有服务商基于长期积累的客户合作关系, 和内容素材资料, 在大模型基础上开发行销行业小模型, 是更加有效的行业解决方案, 而蓝色光标会是行业之中较为受益的标的, 蓝色光标是广告营销公司, 主营业务包括为企业提供品牌管理, 广告设计, 制作代理, 发布业务等, 公司的客户范围比较广, 拥有8大行业超过3000间客户的服务经验, 其中游戏电商行业占比相对较大, 公司主要服务全案广告代理, 基于大数据服务的能力, 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数位广告的投放服务, 包括DataPlus,DSP和老班等多种产品, 覆盖国内和出海, 有效覆盖目标人群, 蓝色光标集合公司多年来的经验和方法, 打造了创意辅助系统, 通过自助和人工服务混合模式实现全方位负能。 公司在AIGC应用层面广泛探索多种商业模式。 技术层面, 公司会用训练集基于场景训练以标签的资料, 并且在专业领域拥有多个绘画、 品牌定位和池量方面的著作专利, 同时在内容方面也都有范本和相应的积累, 通过长期范本积累和全产业链覆盖实现竞争壁垒。 商业模式方面, 公司主要将AIGC应用在用户画像生成、 创意生成、客户服务和客服品质方面都有所涉及, 可以降低客户工作量, 并且大幅感缓解依靠长期经验积累的创意生成所需要的时间。 蓝色光标今年3月公布了和Microsoft广告达成战略合作, 并且成为中国区的官方代理商。 4月公司已经获得微远云官方AI调用和训练许可, 意味着蓝标可以官方调用ChatGPT服务, 公司也都第一时间启动左缘宇宙GPT4之旅。 我们认为基于蓝色光标已有的业务版图 和GPT4的合作可能性包括以下几项。 第一虚拟人,GPT4将会为蓝色光标打造一批具有个性同智慧, 而且对话内容详实安全的虚拟人物, 作为品牌形象或者社交媒体影响者, 能够更好感为各类客户提供安全可控、 人性化、可定制的人制交流和服务, 从而提升同客户之间的互动性。 第二虚拟物,GPT4将会为蓝色宇宙设计一系列 具有创意和美感的虚拟物品, 作为行销礼品或者收藏品, 不单只能够根据图像和文本输入生成适合的描述和故事, 还能够根据使用者的行为和回馈进行动态变化。 第三虚拟空间,GPT4基于它强大的游戏逻辑生成能力, 将会为蓝色宇宙构建一些具有主题和氛围的虚拟空间, 作为行销活动或者社交聚会的场地, 这些虚拟空间不单只能够根据图像和文本生成适合的布局和风格, 还能够根据使用者的位置和动作进行即时算验。 同时公司在AIGC版块布局还包括分身友术, 蓝标自播和肖博特等, 其中分身友术聚焦虚拟人物, 蓝标自播从事虚拟直播, 肖博特涵盖虚拟空间, 具体来讲, 分身友术是一款高性价比的真人数位分身驱动平台, 主要是为各韩各业各领域的关键人, 通过建设数位分身虚拟人, 通过低成本和高效率解决场景下的写真需求。 蓝标自播通过建设虚拟直播间作为用在长尾时间段, 帮助商家实现24小时全天带货直播, 解决了真人无办法长时间直守的困难, 服务在现阶段直播电商增效, 肖博特基于云端聚焦行销场景, 功能覆盖全流程行销设计, 包括策划案的赞写人群画像, 创意灵感, slogan生成和海报繪制的版块。 处理解写人群画像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